我覺得以前的我的兩個人 就是很經歷的導演 他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把這件事情組分出來 然後讓我在這部戲裡面就是 這事很好搞意外 我覺得對我也是一個很大大的改變 然後我想這部戲裡面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都可以讓你們有更多的了解 跟一些新的想法 對 然後我覺得很感謝台北電影節目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其實可以復為 不是因為我演得好 第一個是我真的覺得導演導演 我非常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我覺得這次老天爺可以拿好 寶貝給你一次玩 想要透過台北電影節目 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的正如意 對 因為我其實在知道 不為跟港下 我那天爺爺跟他寶貓一起工作 我在做另外一個寶貓一寶貓 所以我就覺得說 真的是很棒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觀眾的工作 就是我真的在他們身上看到無私的愛 然後是非常非常單純的 很真誠的愛 對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就是像我印象太多很深刻 我第一天跟利亞碰到也是在拍劇的那邊 所以我就看了我一笑 然後我就說 找什麼 因為你可愛啊 我每天都是在這樣的氣氛跟氛圍下 拍完這部片子 對啊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是他們的單純可以影響整個劇 然後讓大家都變得非常的開心 沒有 我跟他說的是 不管多辛苦 就是 我記得 我自己看完最後一個版本 然後有一個 被攔出表的最後一齣報答 他說 那他說 對 我半照 其實我那時候跟他一天都快哭了 就是 對 對 我們真的把它做好 然後直接給觀眾 喜歡他跟他跟我們寫的問題 我覺得 真的我沒有碰到一個導演 不是說其他導演師 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導演他身為一個演員 然後他非常知道演員需要的是什麼 因為他是這樣演員走過來的 然後 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 我們在拍來的這場戲導演 來跟我道歉 然後我就覺得 我演不出來是我自己 對 因為是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 可是導演還來跟我說 沒有是因為他 所以讓環境變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世界上 有這樣的人 對啊 就是 很願意跟演員一起 真的是 靠下水共環安 然後想盡辦法 可以造出 我的表演 我真的覺得 可以錄圍 就是 我演得很好 我很會演過 怎麼樣 真的是導演的東西 所以他還是很溫柔 哇賽 你這樣會 我遇到的導演其實都很溫柔 但是 就是 因為導演其實 平常看起來是一個很冷酷的人 做我在媒體上認識的導演 是一個很冷酷的人 我當演員就是這樣 但是我 哇 那我真的很有榮幸 可以看到導演的另外一面 是因為 Dio其實要把 背一些牌子相較之下 比普通人還要再困難 可是 導演是一次兩次三次 我們分去了好幾次 導演都不會發脾氣 然後 超級無敵溫柔 這我真的發誓 我保證 導演真的超溫柔 都沒有生氣 所以在片場應該大家都會賣 大家都不愛他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我們片場 我們只有一個糖豆包 有還有其他糖豆包 然後我覺得 往下在裡面 每天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對每一個人的喜歡跟愛 都覺得很真 對啊 我接片以來 真的是尺度最大的 還有就是 就是以我身材的標籤來講的話 那個又會再貼一個更深的標籤 在我身上 對啊 但是我覺得 這是導演讓我朋友安全感的地方 因為 所以 如果不是這樣的反價 我覺得 會 提現不出來 就是 他們想要傳達之類的 對啊 然後其實 因為有一些 精采的 創戲之類的 但是都是在 導演讓我 是私人的狀態下去 是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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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員裡面 他也像是很帥的演員啊 哈哈 那導演 我覺得 可能是 可以不要問他這個問題嗎 我其實不用想做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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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導演可以不用回答 為什麼不要 哈哈 所以導演又特定又問了 也不用不小心 也不太好愛 好 好 合作期 不小心愛上他 不會 完全不會 我只有一直被淘寶寶愛上 跟我愛上 對 我沒有 最導演沒有任何的傾訴 就是蠻好的感恩 跟感謝 嗯 不過來每天 然後跟他們相處了 因為 他們每次都會這樣 很 真誠的看著一些 妳好漂亮喔 妳好可愛喔 然後講好話 妳會覺得 好珍惜 我也是因為他們 有提供到一件事 就是 真的很有真愛耶 嗯 不是 真愛不是說專情的真愛 因為他們對每一個人都是真愛 都是這個真誠 所以其實 拍完我也能祈求 我就是一對人 可以像他們一樣 做真誠的事 嗯 謝謝 好 謝謝